我国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200亿件 创历史新高 前11个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16000列 运量已超去年全年 多个经济数据发布 显示经济持续向好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担接诊压力 公立医院积极开展儿科诊疗服务 各地做好冬春季呼吸道疾病健康服务 这才是AI真正能发挥用处的地方 我现在所做的事业可以为他人带来温暖 在华中科技大学 有这样一群志愿者 他们利用所学专业 默默照亮走失孩子的回家路 今晚披露 聚焦AI宝贝志愿服务队 以色列方面称 乙军扩大在加沙地带南部的地面行动 哈马斯方面称 在加沙地带不同地点 完全或部分摧毁多辆乙军军车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多个部门相继发布经济数据 显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 感谢观看